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边缘系统是同时处理气味 情绪与记忆的重要神经网络 因此 气味不只是气味 更能产生情绪与记忆上的关联 还记得精油的三性五高其中的小分子性吗 由于小分子性使得精油分子更容易透过嗅吸的方式影响我们的日常 并根据每只精油不同的功效 皆可对我们的身心产生正面的影响 常见的精油嗅吸方法包含 一 透过水氧机或扩香机 香薰精油 二 在预盐中加入精油 再将预盐放入浴缸中 享受美好的泡澡放松 三 嗅吸精油一秒 闭气四秒 呼气两秒 更全面地感受精油 四 将少量精油滴在棉球或直筋上 轻轻塞入通风口或排气口 借油风 自然扩香精油 嗅吸精油的过程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气味 也可以根据功效或是心情做选择 涂抹 许多人第一次接触精油涂抹是在SPAR的过程中 除了体验全身的放松 更将自己沐浴在充满芳香的环境中释放压力 完成这堂课后 你想可以在家自己体验精油涂抹所带来的益处 纯正安全的精油不含市面上护肤品常见的添加剂 经过适当的稀释后 涂抹在肌肤上不但能滋养肌肤 也能减少添加剂对肌肤造成的负担 我们的肌肤表层有天然存在的皮肤支质 可以起到屏障作用 同时防止皮肤水分流逝 但也因为这层防护 使水溶性与大分子的保养品 不易进到肌肤底层 精油 因其小分子性与脂溶性的本质 透过安全正确的涂抹可以快速被肌肤吸收 涂抹精油时还可以同时嗅一些香气 改善肌肤 同时提振情绪 常见的精油涂抹方法包含 方向按摩 脸部保养 足部保养 手部保养 头发保养 精油 用于涂抹必须经过适当的稀释 才适合胶弱肌肤 同时也会帮助精油更好的作用于我们的肌肤 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五课安全用油中详细说明 食品添加 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有许多机会将含有分香化合物的天然食材 不经意的食下度 例如泰式柠檬鱼 撒上爆下的柠檬皮 火锅佐料中一大把的香菜 印度咖喱中的姜黄粉 苹果派中的肉桂粉 柠檬皮 盐碎叶 姜黄和肉桂都是植物精油的来源 也因此许多纯正安全的精油可以作为食品添加 与食物一同透过消化吸收进入体内 精油不但能增添食物的风味 更能获取其中的益处 常见的精油食品添加方式包含 在水中滴加柠檬精油饮用 在咖喱料理中滴加姜黄添加风味 在意大利面中滴加罗勒精油提升香气 此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精油食谱 等着大家在料理中一一发掘 精油种类繁多 使用方式也不尽相同 唯有正确安全的使用精油 才能发挥精油的最大效用 改善我们的生活 在接下来第五课安全用油中 将为大家说明如何正确安全的使用精油 精油的世界如此有趣 快来和我们一起探索吧 停电了